小院子 矮微禮 墓閣門 这栋经由原有的工法重新整修 并且可以让人入住的日式历史建筑 就是关山镇上的旧台铁站长宿舍 建立了快一百年的时光 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而且还摇身变成观光大使 要陪伴来到关山镇的旅人 度过一个怀旧时光 就它这个自动房子它是建于1919年 1919年 对1919年 那它那个时候它是台东制塘厂的 台东制塘诸事会社的房子 所以不是台铁的啊 对那个时候还不是台铁 那个时候还是日据时代 对那后来就是日本的政府 应该算是台湾总督府 就是他们把这个私人的铁路买下来了 所以它从此它就变成是日本的铁路 那国民政府接收之后 它就是变成铁路局的站长宿舍 它这栋算是保存的还蛮完整的 就是像日式的房子 它该有的空间 还有它的结构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那像它底下 它底下都是空的 它就是底下是水泥 然后垫高 然后上面都是宽木的建筑 观山旧火车站附近的日式宿舍 都已经被拆除 剩下这栋旧时候的站长宿舍 继续留下来诉说它当年的历史与故事 来到观山镇 不妨来看看这栋老建筑 怀旧一下 做个穿越时空的旅人 东台新闻范耀林正慧如红欣平 在观山镇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